10.06年落选港姐,现年31岁,李美慧嫁个有钱人,同福建邦第二代富豪之称,曾文豪本月初共携连礼 曾文豪近年十分低调,其父亲戏曾叱咤商界,百亿富豪曾进华,97年离世 后,将大部分财产留比二房冯婉玲所出粮子,即曾文豪同曾文能 金融风暴后,曾进华百亿亡国资产损手不少,之后曾文豪亦先有亮相公开场合 李美慧上月婚讯曝光之时,已怀有身孕,就连工薪季二,申宫季,皇上马俊伟都知重报响口,李美慧并不介意同大家分享喜悦 上月里宣传申宫季时,表示戏拍完剧集申宫季之后先至认识曾文豪,称戏朋友介绍,时,可振无知南方家底 两人拍拖半年就决定共协联理 不过,李美慧戏今日出版,周刊访问则称,有钱人无戏傻人,如果你怀注目的埋身,对方肯肯定知,而且一定会起迷笔 李美慧在访问中称,其实,时曾文豪之前,都是好多有钱人,当然一时好多草根阶层朋友 个人认为呢,开拖无戏奖样,必无戏奖家底,年纪,所以即使曾文豪大富25年,都觉得毛所谓 只系最初大家众摸索紧,时候,李美慧自言自己知自己是,既不够美亦不够贵,必无想令曾文豪以为,满身另有目的 结果都系由曾文豪主动以短讯表白 李美慧已届31岁,虽然,话同有钱人交往,千奇无好太极近,必觉得男方年纪真系无系问题 在问题系,女人30,李美慧好想有个家,所以同曾文豪交往为己,已向对方名言,好想有个家,结婚生子 如果男方只系抱持观望态度拍下散拖打发时间,李美慧说得很明白,5号,我时间 于是,两人计划结婚,李美慧亦马上不设访 本月3日,正式成为曾菜,于文乐陪你走遍全球尊心,极客于果FB专业 天曲 b